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我是您身边的一个医生朋友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昨天出来的一个重磅新闻 今天是2021年2月27号 昨天美国的FDA,就是食品药物监管局 他们的疫苗咨询委员会 对强生公司的一个腺病毒新冠疫苗进行了审批 它是以22对0这样的一个全票通过 来支持强生公司的疫苗来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就叫EUA 所以在现在的这一两天之内 这个第三个新冠疫苗在美国就应该有EUA 就是紧急使用授权了 上次的经验在12月10号的时候 辉瑞的他们这个疫苗也通过了同样的审批 然后在第二天就得到了这个EUA紧急使用授权 他们这个话了一整天 从早上8点多一直到下午5点半 讨论的一个课题和结论非常简单 我来念一下 就是根据现有的全部科学证据 这个强生腺病毒疫苗的益处是否超过了使用风险 这个专家们是22对0 全部的通过支持益处大于风险 简单介绍一下强生公司 腺病毒新冠疫苗的这种制作原理 它是把腺病毒冒的病毒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让它们在人体内不能复制 不能产生治病但是它能够帮助机体产生 以上的新冠带来的情况 它的数据是67%的保护性 在美国这个数据更高一点是72% 因为这个临床实验非常大 包括了4万4千人 有在美国的还有在拉丁美洲的还有在南非的 所以这个数据呢给我们一些经验有关 对一些变异的一些情况的考虑 但是那些具体的我们先不用说 就记住总体数据是67%的保护性 降低能够会得到中症或重症那些新冠情况的发生 然后在美国是能够达到72% 同时它的一个很大好处就是只用打一针 然后打完一针之后14天就有明显的保护性 28天之后就一些数据上就更加完善 还有它的这个疫苗的保存也只是需要-4度就可以 不像其他前面两个疫苗需要-20度 这样给我带来很大信心 在下面的一个月三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就可以有三种疫苗 大大环绝疫苗的供给的不足 更多的人都可以得到保护 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开始恢复以前的生活 我非常开心 好 如果你对我上面的讨论有什么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